好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一奔再战啊 看看下半场比赛会不会出现进球 双方第一回合也是在下半场比赛15分钟进球的 当时1-0李永佳进球 帮助球队拿到3分 这场比赛如果广州城能够获得胜利的话 他们这个赛季保际的形式就相当乐观了 因为他们后边的对手相对来说实力没那么强 好球 这一下李提香向汤球过陈泉江 过人之后被绊了一下 参赔员是吹发了一个人一球 几点没 开到后连 有机会 后就截备掉二连 跟进的射门 这球好像是有个小折射 唐秒的射门 皮球插队 能力入出了底线 再来看 我们看唐秒二连啊 这个射门质量很高啊 哦 打队友将机红了吧 从我们看 这么多人 其实从吴绕聪这个 当下打过来 对 这么多人穿过去了 手边还完全都没有看到球啊 对 这球真有个折射 又重目标门匠还反应不过来呢 嗯 唐秒射的时候其实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 对 就是如果有人去碰到了 可能一个折线就进球了 嗯 我看广州队的这种跑动啊 还是要更积极一些 尤其是这种 就近的队员啊 一定要形成这种配合 预调 在进攻的时候 我们看广州队振行 整个向前的这种 压上还是非常明显 而且投入的人员也是非常多 这场比赛广州队 更像是一个想要取三分的球队 相当于广州队来说 感觉这种 取胜的欲望 并不像广州队表现出来的这么强 广州队现在可能对于防守上 自己做的还是比较满意 所以这种防守反击 要贯揣点非常坚决 球里的枪抢回来了 那我们看在反击中 广州队这种个人能力 还是有欠缺 我看这都是广州对的个人的能力的欠缺 这个作为教练来说 很难去改变 可能有一些既然说有东西的要求 很难去通过个人去实现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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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箱扣一下 反而来完成破坏 吉利尔梅持球的四处还是少啊 感觉想法打他那个点 别掉高都知道吉利尔梅 这太难了 这种进攻方式太简单了 而且这准确度也不高 是 郝君船小了 吉利尔梅往回船也没船好 荣耗自己过 过了两个往边路带 张公在补防 荣耗把他拿回来给韦诗豪 韦诗豪后点有人前插 韦诗豪横向过渡 右侧成全江边后位上南 杨立鱼在边路 这时候可以坚决的 从另外一侧转过来 坚决的要打到边路 这个向中路一传 看似没有失误 他整个的这种进攻的时机 完全耽误了 是 所以这个出现阅读比赛 能力还是要尽快提高 黄世杰出现失误 李永迦自己带球 给了右侧苏文杰 苏文杰先停一下 吉利尔梅在中路 苏文杰自己带 面对两个人强托 再给右侧 李永迦这应该追不上了吧 船大了 这两个人没有形成一个默契 对 船和跑没有想到一起 李永远 李永远 现在广众队的 中后场球员的出球 还是要目的性更强一些 好球 一个关门防守 这个球传的好几年 传的已经非常漂亮了 嗯 除了个人能力的不足啊 这是 他们看王尔杰 很好的一次进攻的机会 嗯 复理的不公自信 好球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告 小学生 女士 她的编号 她的冢队 她的冢队 巿 舞台 立刻 一个鸡 美也 混蛋 美也 越兴快 云 她的意味 越兴快 她的意味 能patic 好球 小学生 老体 好球 好球 这踢的节奏相对还是比较慢 这种向前的传球 不是说很好的机会 更多的是选择回传和横传 但是比赛当中 很难去有很好的这种 向前传球的机会 李永俊拿下来 李奇香往冲路走 李奇香的右脚传 吉利尔梅停 再传好机会 没打上 苏文杰在干扰 没有完全提上力量 但刚才这个配合 我们看吉利尔梅 自己向前的这种插上 这次拿手摆脱的横传 苏文杰的向前 还做得非常漂亮 吉利尔梅还是有能力的 而且我看李奇香 这次向前的这种输送 这几人的经验能力 一旦有这种机会 就很好的把握住 但马上在相反 这个广州队的防守 还是出现很大的问题 在这种阵型的紧凑 包括个人的这种能力 想得漂亮 唐苗 传中 这次露到后脸 停一下 温柔讯 右脚顺门打起脚 还有机会 左脚再传 可惜了 向前比赛54分钟 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没把握住 刚才我们看位置豪 在后场的一次带球 这个位置还是要尽可能检练 一旦丢球自己的防线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对 这样很容易让广州队 广州城抓住 广州城在前场这种高位比抢 做的明显还是非常出色 下面上10分钟 唐苗来开脚球 孙文杰今天兵封线 表现很活跃 唐苗开起来中路 这次落点 赵聪写被调 二点还是广州城的 再分到左侧 温永俊打边 边上空了 唐苗队友套 好球 孙文杰观察 左脚传低球 还是被李扬 迫害出了边线 感觉广州队 在进攻当中 防守当中 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这个完全是依赖 一个人的这种经验 和能力 在广州城 做的整体方面 做的比人 显然比广州队 做的更出色 进攻呢 防守当中 更容易形成这种合力 是 几点没 还是想和唐苗找一个配合 这球没带好 出了边线 凯尹 赢尽 不好 还是 赢尽 不是 那 咱们看更多的出现在两条线之间 现在郝静敏确实是拿不到球 因为现在中后场的组织存在很大问题 对 所以郝静敏必须要回撤很深的位置去参与组织 给外线能不能传回来 这个球呢江几红有一个预判 知道他要往回扣这个球传 对于现在郝静敏来说更多的 确实需要他来站出来 把中后场组织起来 前场更多的让年轻球员去冲去跑 今天没怎么看到杨丽鱼 是吧 对 感觉这个出现的次数并不多 对 拿球的次数也不多 郝静敏 有角开起来 这球直接打死了偏往上 这就是想选一个劲角啊 韩家琪应该还是有预判的 对这球知道要出界了 这球够危险的 自己来了 嗯 出其不易 黄博文之前也有过出场 呦 这个球让给队友 无双松把球破坏 这球我看没有进入名单啊 对 今天这些老将都没进来 应该是有伤病了 但是现在 如果黄博文能够踢个30分钟上场 对整个后场组织 就完全不一样 对 现在咱们感觉 那个 广州队的这个 中后场 更多的是在 按部就班的场球 嗯 缺少这些变化和想法 嗯 打长的 看看左侧 大腿停球 先停住 哎呀 没停好 这次转移 事业非常开口 嗯 如果拿好很好的 这边录一次一对一的机会 对 出现这种机会 就要坚决的突破 嗯 黄博文 好球 配身 好几名 再抢 还是论战 好几名 回传 挑出来 孙允城 好好球 假动作骗了 好几名 江青红再回溯一下 伊藤给到右侧唐秒 下半场 基本上 没怎么打唐秒那边啊 嗯 那这是不是和体能下降 有关系 南北市豪 那现在位置推得也比较深啊 对边的防守 做得还是很好 同大 其实整个的阵型啊 太靠后了 嗯 这样一旦 又没有前场 没有很好的这种反击点 包括郝俊敏啊 这些 更多的这种回撤 拿球是他的特点 我们看 所以当我们看 郝俊敏的身后 是没有人去前叉的 对 这样的话 对后卫来说 防着郝俊敏就很容易了 我就全力以赴的 一个人俩人去加你郝俊敏 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 现在 整个广州队踢得过于保守 嗯 苏文杰好球 先拿住 中流里提箱 能不能传出来 没传好 李扬给了杨丽宇 广州队的反击 扣一下 阿丽宇 远点号 顺势推到左侧 刚才这个进攻 我们看 没有人去前叉 嗯 这个对于进攻来说 你反击 很难打出威胁 露震敏战 对于广州队来说 这又不是她的现在的优势 杜沙松 你把第三个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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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明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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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韦朝机会 韦朝到禁区里边 在趟外先没了 他们要已经回来卡住位置 嗯 这次中路找到这种配合的机会 这是个防範犯规啊 一上手拉人 年底好 站中犯规 嗯 但几点没拿球向前 这种反击的机会就出来了 广州队现在两张黄牌 吴绍村和严顶浩 有中后位一个后腰都有黄牌 其实从赛程来说 广州队是更需要这场比赛三分 对 所以踢的应该更主动一些 这个 很难看到广州队这个 取胜的办法 嗯 其实作为广州城踢的还是比较主动 我们以后来说的 他是想去在进攻中打开局面 整个阵型的这种压上啊 全场的这个 积极性啊 比广州对这场做得更好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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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边踢的都比较按部就班 把李提强这个点 胸停 李提强直接传中 后连结尾 苏文杰慢了呀 其实作为广州队可以 广州城可以再主动一些 或者再勇敢一些向前 现在广州队这种防线啊 这种整体性比较差 比较松散 一插 一跑就很容易打透 所以在前场这种更有威胁的进攻啊 可以大胆一些 丢球以后就地的这种高位比抢 一起 走ied 走ied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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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d 到底什么地方都没有因为 一这里 走ied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咱还有算是捕食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两边明显感觉无球的跑动 做的都不够 更多的都是在站那看 在等 只有更多的球员去无球的跑动 去纵向的前插 横向的扯动 积极的接应 才能出现这种打破整个平衡的这种局面和机会 是 现在我们看更多的感觉 都是在按部就班的横传回传 没错 这样让对手很容易猜到你的进攻想法 我们看这次这种积极的前插跑动 就能制造这种下地的机会 是 自己还是要尽可能的把比赛的这种节奏和强度提上来 现在感觉两边踢得有点太沉闷了 脚球开起来 前点 投球 顶到方二多元身上了 二连结尾还算干净 二次进攻 复运城 右侧有唐苗 唐苗可以起球的 苗了一下 唐苗右脚再传 前点蹭过来 李迪香气局里边拉球 好机会 这球还是打偏了一些 这又是这次二点啊 また那次出攻 咱们打的组合 你猜中就一折了 你猜中的 你猜中就知道了 你猜中就知道了 你猜中就这样 你是猜中就这样 你猜中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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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半天啊 是猜中就知道了 球 张世卫第二下 衔接没做好 立体箱回来了 如果两个队都以这种速度去进攻的话 很难创造出什么机会 可能更多是通过定位球 对 或者说对手的后方线的失误 才能创造向前 或者进去前沿舍门的机会 而且到现在也没换人 是吧 对 换人 两边现在踢的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 对 这样不管是对双方的防守队员来说都是很容易的 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压力 更像一个可能两边都能接受平局的比赛 对 按说的这会儿 想赢的那一番应该先出招啊 对 应该 在进攻当中更 更勇敢一些 或更积极一些 不断的托 场上喜欢去阅读比赛 嗯 这场球犯规了 给了广州场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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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现在看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定位球来得分了 阵地战办法都不多 右脚开起来 中路同球顶到了门将 队球在门前有一个反弹 对门将刘世博很神勇地扑出了底线 角球这个反应确实很快 广州队防定位球一直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让李提湘抢了 对 而且还很轻易地就抢到了同球攻门的机会 点上感觉三个广州队员 又是角球 右脚 后点 谁也没抢着 直接出了底线 后点没人啊 要换人了 现在确实该调了 F20先上换浩俊敏 让F20上来冲一冲 浩俊敏确实体能可能也到极限了 这会儿七十分钟了 黄英明在中场的拿球能力还很稳定的 就球在他脚下基本上不会丢 更多的现在还缺少这个向前总身去插上的 我看画F20他在这方面会不会带来一些教练心的这种战术意图 演舞放 1 兩分 公明 这球选择给门向LOW有点麻烦 就点没在后点 广州城这个李永嘉温永俊 个人拖呀还是很坚决的 对 而且这个还是可以看出很有特点 这应该什么样喊了 所以不知道从LOW 那俩人写些造成失误 对 广州队还是在不断寻找中路的这种渗透的机会 打到中路以后通过一脚的捡连了做球 然后向前直接面对广州城的防线 那现在广州队面临的问题 他现在的前级线不具备这种能力 就他很难去打出这么非常细的这种 细腻的这种配合在进行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广州队 就是效果非常不好 就不如在边路啊 利用这种2打1或者3打2这种优势 去不断的冲击广州城的防线 好球 这是若冲击的冲击广州队面临的冲击的冲击 向前看向前去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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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是可能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 广州城依然是不变 他们确实这个阵容也创造出了一些得分的机会 文勇俊 七八球 斯文杰 球整体已经出边线了 作为广州队其实到这个阶段了 比赛大概还剩十多分钟不到二分钟时间 可以多一些这种高位的逼抢 然后通过前场的抢断 向前打得更坚决一些 把比赛这种强度和节奏提上来 这样才有可能去赢下比赛 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比赛方式来说的话 现在很难看到任何的机会 而且作为广州城 广州队来说他们年龄各方面也更年轻 体能也更充沛 所以还是尽可能发挥自身的这种特点 对 好 용总 王 最后的十五分钟 浙江2比0领先着梅州客家 然后河南1比0领先着天津新门湖 经结束的比赛长平加泰2比0击败了深圳队 后北队依然是继续输球0比40个的北京关 就在找三分投诉啊 这球斯文杰突破是应该 广路队对外有个非常明显的手球 对 所以我们看啊 场下是出现了一些争议啊 赵宁浩自己往前带 对 左翼赵宁浩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更大的向前 是的 搓传没有了 对 嗯 我问你这个球球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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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李渔队这犯法也不太满意啊 嗯 他觉得自己没犯规奔着球去的 这个球角的确实没犯规啊 对这个确实不存在犯规啊 嗯 他确实没犯规 真是手球了 对 这个球应该是个黄牌的手球啊 对如果这球不手球的话 苏文杰过去了 嗯 北北风吃一张黄牌 这球 这球 觉得还有绝杀吗 哈哈 目前 看着不像 对 因为两队进攻当中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嗯 胸停一下 吉利尔维拿球 右侧有唐淼 两个人很久没有连线了 唐淼直接往中路改 李提香这儿露一下 后来还有机会 温永俊 温永俊一对一内切 嗯 向盛门被铲掉了 这球 防内切啊 嗯 其实还是比较了解 给出来张弓 对 这时候整个广州队 我们看整个阵线 他并没有前移 我们看有在抢呢 他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 这么一个逼抢 李永俊丢球了 这是机会 我们能顺竹血 韦翔启动 嗯 运队 韦翔看怎么处理 李永俊过来补防韦翔走外 现在左脚传中 打在身体上折射脚球 对 这次我们看进攻 很好推荐机会 也是靠广州队的前场的逼抢 才创造出 这么一次进攻的机会 对 就是对于广州城的 他的后围线出球 也是存在问题的 所以还是要尽可能 大胆的阵型前移 踢的相对来说太保守了 对 这下是很难去取得 比赛的胜利 需要更多的运气 比如这个脚球伐进去了 这是需要运气的 这是需要运气的 前场左侧的脚球 远顶号来开 右脚开起来中路 寒佳琪的定义 就没有任何威胁 看能不能组成一波反击 反击机会 寒佳琪手抛球给唐淼 好 再传出来 啊传李提香身后了 这是广州队的机会 对 好球 进去里没人啊 进去里有没有看 没人传后点 对这时候两边 还要把比赛节奏提起来 这个球转出来就有了 对 往左色给李提香 不给脚下呀 对啊 李提香他不是速度型的呀 如果你要给李提香 应该打到他身上 而不是说打身后 这时候广州队还要进去提节奏 嗯 去在比赛中这种 跟广州城去拼强度 对 如果你慢下来的话 你的优势就完全没有了 你的个人能力包经验 都是跟广州城相对有差距 F26 快 没找到球 最后十分钟 李北风还不挑中一条了 叶楚贵上 那里提香啊 几个端子一个调整 提香今天表现也挺好 能发挥的都发挥出来了 该跑的一跑道 叶楚贵在受大伤之前 在广州城表现相当好 伤病对他确实有影响 对 以前广州城的双子星啊 叶楚贵 常非亚 对 现在两人也都是因为伤病了 这才这状态 只是没有得到一个保证 嗯 严谨浩 张修为 这在广州队的中场出球过于缓慢 嗯 当然也跟前场一种跑动啊 阅读比赛的不够 就很难去跑出空档 或者选择好的接球的时机和位置 所以这也造成了中场想去加快 向前传球没有机会 叶楚 你看郝俊敏下场以后 整个在前场这个定位球的质量 也下降了不少 所以其实换郝俊敏 他的经验对于这些球队包 他这一球的脚反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长菲亚也上了 显然这个作为广州城 还是希望取得三分 长菲亚还有叶主柜 这种进攻属性更强 其实这场广州城 如果能拿到三分的话 保尼路上就相对 这种 态势的更好一些 还有最后的 七分钟的舌尖 好球 吉利二梅 唐淼 再给吉利二梅 看唐淼这种跑动 对 需要的是这种跑动 才能打出机会来 吉利二梅受伤了 参业终止比赛 但我们看整场比赛 像唐淼刚才这种跑动 太少了 对 几乎是看不到 广州城还有一些 但广州队基本是没有 我们是对于幻队 幻象自放 全军将 幻象二十少 王世杰 和王世杰 面前面确实 在边上表现过月上 不意思是对比喚的王世杰 这是王世龙 王世龙正经打边后卫 对卫条 长过时间还有不到六分钟 正攻 北右侧 不到边上 直接传 接位掉 第二点没停住 传说质量非常高 再抢一下投球 阿菲丁顶下来 我们吹了张公的犯规 里边全手上倒地 痛苦吗 李勇佳被打脸了 头脑刺被打了一下 脸还被打了一下 这一块是什么 这一块是什么 你才能打败了吗 我来打几下来 我来打一分钟 没关系 我来打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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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还打一分钟 我来打一分钟 这是给他两边的教练组 从表情来说 也能看出这场比赛的过程 对于广州代表可能觉得这场比赛 拿一分可能更现实地 这么一个两队的 通过两队的实力对比 要更现实一些 检定号搓船 应该是没有 这次我们看 这是爱菲尔丁吧 这次前叉是广州队需要的 当然一直在说的 必须要有队员去前叉 才能造成这种杀伤 这样我们看前卫线 才有向前输送的点 但显然我们说 这支球队现在来看韦志豪 跟杨丽鱼是最有能力 去做这些事 但本场比赛并没有说 看到他们太多的无球的 向前的跑动 好球 远程还能够扣球 张宫踢出来 失误了 再顶下来有机会 现在广州队明显阵型 往前移了 通过这种全场的逼抢 对 他是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比赛 嗯 嗯 再试号 火狱 看电话接一下 回敲 左侧吴绍松 你看整个阵型是前移 如果这时候好几秒在场上 嗯 就会好很多 哦 这球差点失误啊 李洋带球向前 分道有边路 黄盛龙上篮 这种感觉前场 缺少一个稳定的 向前输送的这种传球的点呀 嗯 嗯 想漏给位置号没有成功 哎呦 这叫推陈犯规啊 嗯 这是传球的角度啊 没有选择好 感觉最后的时间 广众就加快了自己的这节奏 嗯 仓鸟转出来 几点没 挑 还有机会 几点没 捅出来了 索文杰 强吃李洋 索文杰 中路有人给出来 仓鸟 这个球有犯规 那应该要吃牌 吴绍松有一趟黄牌了 可要被罚下了 哦 两黄变异红 这时候我们看 又是老队员呀 索文杰和唐淼 对 就抓这个 反击的这种机会 向前 非常的坚决 其实我们看唐淼 唐淼的进攻啊 每一次这个阅读比赛 向前的实力都非常好 就是作为一个老将啊 作为一个编译呗 不断的向前 去冲击对方的防线 看一下这球 对 这球其实给张红牌 有点勉强啊 不知道 从而是 这个方 关键是这个球 他在于 不犯规他就进去了 进进去了 但是可是这球 他自己可能感觉委屈 因为他感觉在 防守唐淼的时候 我 接触到球了 对 而且是我是一个 合理的这个 断球的冲状 换人贵红上 还继续加强进攻啊 对 王黄和贵红 一个打一个前空 因为确实广州队 现在给广州城 带来进攻上的威胁 几乎没有 更很难 广州城可以大胆的去 派一阶这种进攻 属性很强的球员 对 增加前场这种进攻的 这种人数 增加被王鹏换下了 也是对位 这阵球位置很好 有威胁的 火转城 关键一击 这是位置 对吉利尔梅来说 比刚才那个更舒服啊 对对对 看看没有绝杀的机会 吉利尔梅 出跑 左脚直接打门 还有机会停 鬼红转身 再射 哇 这两脚认一球 质量真高啊 吉利尔梅最后认一球 打在横梁上 门框无情拒绝 哎 质范这哨什么意思 我 我这哭着了吧 这好像是碰了一点感觉 看啊 哦 哭到了 已经是摸到了 质量太高了 其实接着没踢的 也非常郁闷 在进攻端 对他的这种支持啊 还是太少了 这心结实上 他换人 现在这个吹听比赛 什么意思 我去旁边换下 只有三分钟的步时 这个有点太少了吧 换人家来说 可能广州队 是更愿意接受 平局这个比分 对 其实可能从实力上说 两队还是比较有 这种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从球员的经验啊 包括球员的能力 所以如果输掉这场比赛 可能广州这种局面 就很难扭转回来 但是平局的比分 对于广州队来说 后面还有机会 对 这可能跟教练的这种 整个的这种 战术部是 毕竟还有 联赛还有 后面还有几个 广州不起球了 广州城起了 没有再多给补食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两队90分钟 打完是护胶白卷 打成了0比0平 这场比赛最后时刻 广州城都有机会绝杀的 无上聪的犯规 给了广州城一个任意球 可惜吉雷尔没得射门啊 最终是没能命中 球门啊 好像是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 打在横梁上被弹出来 之前吉雷尔们还有一次 海亚西可能对这个补食不太满意 这个确实补得太少了 下本场比他这个换人次数 加上有一些受伤的情况出现 补三分钟 而且到会儿就吹了 觉得有点少 这些风和复活也是握手之意 最终在这场保机生死战里边 双方是各拿一分 好 本场的现场部分就是这样 0比0的比分应该说 还相对算合理吧 那如果你硬要挑一只球队 说表现好的话 那肯定广州城要表现得稍微好一点 他们打得 本身个人的实力也是更强一点 对 其实从赛前的我们分析 可能广州队是更想取三分的这只球队 对 对 对 整个赛程分析完以后 这场三分队 它是非常重要 但是从比赛过程来说 我们看广州城是非常有欲望 这种想起要三分 但广州队可能更多想的 我觉得还是一个保评 这么一个心态 包括战术部署也是这么一个战术 从这场比赛最后的用人来看的话 两队都没有说那种富贵险中球 都没有说最后像范加尔那样搏命 最后猛砸进攻 确实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